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最常被用的也就是在家里或者是说在餐馆里头常常被用的一个烹调的方法 那么不但是我们中国人连西方的人也都知道用油来炸东西是最方便 而且这个应用的范围也很广 就用这个很热的多量的这个油来把这个食物呢炸熟 那么油炸的食物它的特色呢是又香又酥又脆非常的好吃 那么油炸的东西的一个炸所谓这个字的一个原则是油必须要比材料多 而材料下去的时候呢都在油里头烟盖着这样子才叫做炸 如果是油太少材料呢只蘸到其中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变成煎的 那么现在呢我就讲一下炸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炸的方法 通常呢我们常常讲把这个去炸一下 不管是鸡呀或者是肉啊什么炸一下 那么那种呢属于轻炸最多的就是轻炸 轻炸的方法呢材料可以腌或者是不腌 然后呢就也不蘸粉也不去给它挂糊就在油里头把它炸熟 炸个颜色那么就叫做轻炸 那么轻炸以外还有的就是常见的有干炸 干炸的东西比如说排骨我们就给它干炸 腌过了啊然后呢就给它放到这个油里头去炸 这种的有的时候呢是蘸了粉或者是拌了粉去炸 那么这种叫做干炸干炸出来的东西呢很香 就是要看你给它腌的时候拌了些什么调味料 它就会把那个调味料呢充分的启发的出来 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软炸 软炸的东西是蘸了这个面粉糊 或者是蘸了其他的淀粉所做出来的这个糊来去炸的 这种软炸的通常材料小 如果是蘸了糊就用软炸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材料做好了的时候看起来很大很漂亮 除了这个软炸的之外 还有吸炸的方法 吸炸的东西呢现在很流行 好比说我们外面卖的这个炸鸡 多半都是属于吸炸的方法 它外面那一层呢是用的是面包粉 用面包粉在外面一层粘出来炸的东西呢 都是叫做吸炸 那么当然了为了面包粉能够粘得住 里面呢必须要有一层这个淡汁 淡汁里面呢还要有一层干的面粉 这样子才能够最后挂得住这个面包粉 通常呢这个吸炸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腌 多半都是用在这个肉类 鸡鸭类或者是猪肉牛肉 甚至于是海鲜类虾啦鱼拍啦什么的 都是用吸炸的方法是常见的 那么西餐馆这里炸的东西都是属于吸炸的方式 另外呢比较少见的 但是也有就是叫做高粒炸 高粒炸呢也有人叫它是松炸什么什么 或者是芙蓉炸什么东西的 这种炸出来的东西很漂亮 以后我在节目里头呢也有一个菜 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把蛋白打得很抛很抛 然后呢再加了面粉去调成一个糊 这种糊呢很松很轻 那么锅了虾或者是虾仁或者是鱼片 这样子炸出来的时候呢 它白白的非常的好看美观 那么吃起来呢有一点像吃这种松松的 像是在吃像海绵的这种感觉 这种东西叫做高粒炸 比较是困难的一种炸的方法 那么所有的这个炸东西要紧的呢 就是油的温度 不管是干炸或者软炸 它都有一定的温度 这个温度油的温度如果用的不对 炸出来的东西既不香也不酥 有的呢就炸烂掉破掉 所以呢这个油的温度很重要 以后呢我会每天在不同的炸的 这个示范的菜里头呢详细的给您加以说明 好谢谢您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